向临床方向走 这就是我们停车的地方 相当的美啊 我们两台车里边住了两天 走了 出发 相当的好 因为这环境也好 特别是个领导 村领导 跟我们卫生间开开 他们现在还没 这个服务区还没启用呢 这个景区 这要走了 哇塞再见 美丽乡村敲乡 美丽敲乡 我们今天出发了啊 今天在这 要出发向这个临床方向 双江县 蒙库镇 美丽敲乡 这就离开这儿了啊 离开桥乡 这是蒙库镇 香江县蒙库镇 咱们离开这儿了啊 这到处都是茶山 你看这茶山 这块也是茶叶产地 包子都印在这儿不冰岛 冰岛茶 冰岛茶贵啊 哎呀啊 这都是冰岛茶树 这就是冰岛片区嘛 现在就走下来的 然后 下来了 在罗200 山上才是 山上还有个大水库 也相当漂亮 这个地方啊 值得待两天啊 时间长不行 还是不方便 还是不方便 即将向右后方行事 向右后方行事 走 您将在214国道上继续行事34公里 214国道 我们要在这个 这个路还是不错的 214现在路面也漂亮 有宽了 啊 看一看这路面 先修了 修好了 这个好像就是茶城 这位市场 你看这房出来 这 朋友们 这就是滇绵铁路 遗址公园 哎 37年抗日战争 啊 当时测量 开始修建铁路 啊 看看 42年 这个整个通冲啊 冰线这边都沦陷以后 就不修了 就是这个 遗址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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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废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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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开四废战 封去净攀 千万里 窗战 雄山野鱼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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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